原乡柔情 原乡柔情 这回深入半岛的中央山脉地区 在这里群山围绕着一面平静如镜的湖 有一种隐世的异味 这是拉班湖大写拉班 1999年好莱坞电影 安娜与国王就曾经在这里取景 可是这些年来 这个地方好像已经被遗忘了一般 旬至76号公路继续开车往前走 十多公里外又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名 玲珑谷遗址 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单 但是一样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在这里我们会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机关故事呢 说到Lenggong玲珑这个名字的来源呢 有几个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个就是和我身后的这个地标有关 传说有一个原住民呢 要砍一棵大树 就费尽了力气 结果倒下的大树干 被小树干卡住 无法着地 那在马来文呢 被卡住的树干呢 就叫做Lenggong 久而久之 这个树干被卡住的地方 就叫做Lenggong玲 上个世纪 玲珑有小氧光之称 这里生产的烟草和烟草大国 缅甸生产的一样高品质 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种烟草 如今来到这里 曾经的繁荣已成过瘾云烟 没有人种了 为什么没有人种呢 因为工作太多 也是太辛苦 所以现在年轻人都不种了 它的过程其实是怎样的 做中的烟草的过程 就是跟虾米到收成 要等八个月 因为也是要一张张产 不是机器产 人工来猜 以前是靠太阳晒 现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开始 用烟草 不过一般上是一天嘛 几多久还是两天 就可以晒到干干了 二十多天最少 好的 如果是烟干也要一个星期 就是八个月里面 完全没有收入的 啃植烟草另一个挑战的就是 必须不断轮换烟地 就是每一年都要搬 就是中原的 都要星巴长 星巴长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去开发新的 对对 现在那人不知道 很像游牧民族 这样子搬 一直搬家 以前有吗 我种了二十多年 每一年都是搬 零龙烟草业的风光 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 到七十年代末 那时候那个收购商 它每一户人家 它都有一罗里的烟草 一家卖一罗里 那时候是没有什么东西做 这里都是中烟为生 到了八十年代 在政府开始征收烟叶税等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 零龙烟叶逐渐抹落 当年从霹雳皇城江沙 一路北上到马台边境 一路上多个布阵都是烟草种植地 这样的上霹雳烟草路 其实也是广西鲜民 拓荒啃植的路线 我们来拜访你 应该是 我们广西近乎吴州 吴州是一个内陆港 有人出过来 就跟着带怯到我们广西的岑溪 庸园北流三省 广西是这三省的人多 过来这里的 过来这里 刚刚来的时候是哪里登录 登录的 登录是丹丹 一来到端鲁做佛郎 西米匡 集中了之后 在丹鲁都建了一间 广西鲁馆 后期那些造造佛郎少了 又搬上江沙 玲珑以溺到泰国的密洞 这一条路是广西人多 是广西人多 山区 山区 越山区越老 广西人不懂 集中了 出走 出走偏远山区 广西人闯出不一样的天地 所以渡完诗之后 去外地升学 或者是去外地就业 都是外流了 慢慢慢慢就会变了一个老人村 以前我们这边是有香蕉园 中烟 烟业 正在改种了茅山王 现在比较吃香的是茅山王 风景很美 这边用一条船 我们可以吸引很多游客来到玲珑 玲珑 一来有淡水鱼 有美好的风光 空气非常的新鲜 在晚上 你如果没有用热水 你开那个普通水很冷 这个是山口 外面怎么热的好 这边也比较凉爽 是的 玲珑周边有四个华人村 居民都是以说广西方言为主 就像这个广西村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可是要说到玲珑谷的历史 可要追溯到一万一千多年以前 东南亚现今保存着最完整的 人类遗骸 霹靂人的生命轨迹 还有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列的 玲珑谷遗址 所以到玲珑一游 绝对不能错过 元香柔情一直以来探索的历史痕迹 都是两百年前上下 是华裔先贤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故事 但人类历史当然比这更久远许多 百万年以前的史前时代 竟也在玲珑留下记录 看我这身打扮是有备而来 我今天的行程可以说是满满的 除了是探忧寻觅 还有这个外加越野和考古 不过行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2012年6月30日 位于霹雳州北部的玲珑谷遗址 被列为世界遗产 遗址包括两个群中的四个考古遗址 都在霹雳河附近 显示史前人类为生活依水而居 好 这是我们玲珑谷考古之旅的第一站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坑 是吗 黄大哥 叫做Buket Buket Jawa 是有什么重要性的 考古石头的地方 这个是最重要的地方 然后生活的地方 早期都是因为人类生活的地方 都是在河边 所以这边下去不远 大概有五百米 它是一个霹雳河来的 1987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考古队 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要挖这个地方 只是因为建入 我们所讲要建这个联邦大道的时候 他们挖到地底下的时候 为什么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就好像有一些石头 或是有一些曾经人用过的东西 那些斧头啊 那个碗碟的东西 石头是用过的 用过就是说敲锅的 对对对 是是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从一百千年到两百千年的时候 已经有人在这边生活了 我们刚才去那个地方是很热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有一点凉 这个地方就是说他们是住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山洞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地方叫做 在这边发现那个骨楼 这个骨楼它是不完整 原因它不完整 因为我们知道山洞都是很多那个蝙蝠粪 然后他们找去的时候 他们就做农业的人 他就会挖这种粪 是 要来做肥料 做肥料 对 这粪 然后挖的时候 有可能他们发现到有这种东西 它不晓得 就这样它除掉 就敲坏了 从家饮洞继续往前走 会经过几个不同的洞穴 都是史前人类生活过的住所 再往前走就会到达公主洞 但是没那么简单 考验就是这个 公主洞穴是这里的洞穴中最大最漂亮的 范围有足球场 范围有足球场那么大 里头有中乳石和石笋组成的华丽那边 也许有些人会说如此劳师动众 要扛器材 还要跑山路 就是为了看这些洞穴 其实清静历史是必须动用一些想象力的 要知道在这个区出土的霹雳人海谷 有一万一千多年的历史 那这些洞穴是一万多年前 甚至是更早之前 人类的祖先生活过的场景来的 是的 同样的这个象头山地区的另一边 有个如今禁止进入的昆仑隆都洞穴 霹雳人海谷真身 1991年就在那里出土 霹雳人海谷有超过一万年历史 如今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如果你觉得霹雳人一万一千年的历史很了不起 接下来还有更厉害的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南部区域的遗址 这个考古遗址 Bugabuno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好像只是这个油中原一片 还有这些石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我想还是要请懂得解读的人来说明一下 这个石头不是说是地球石 它是从外星掉下来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满地的地方 这个石头都是碎石来的 是的 假如说按照要看到那里很大力的石 我们还是要走一段的路 要到这边下去整个kilometer了 整一个距离 然后那个鱼石掉下来很大力 所以当它爆发的时候 它将这个整个区域 大概有七个kilometer那么多 理科大学考古团队在Bugabuno 挖掘到一个冲击林灰角利盐 也就是陨石在高温下和地面上石头 结合形成的岩石 考古人员还在岩石里意外发现一个首府 经日本化验室检验 显示该首府已有183万年的历史 结合玲珑谷多处遗址的研究发现 当地曾出现过相对较大半定居的人类 文化遗存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 从2012年成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明路到今天 十多年过去 玲珑谷遗址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其实黄大哥你看我刚才我们车子进来到这边 这段路也真的有一点的不好走 其实这边真的好像很荒乎 有一点没有什么受到重视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希望政府能够保护这个区域 让人民知道这个是考古历史的价值 是 因为很难拿到这个 对对对对 所以是文化遗产 遗产 所以假如我们没有好好去珍视 有可能它会收回 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 是的 希望游客来到这个区域 能够只是看看塔塔卡 希望不要破坏 也不用拿当地留下一些石头 这个应该要保护 要有公民的意识 对了 对了 这整个玲珑谷的遗址 它时间跨度是接近200万年 是非洲大陆以外 单个地方所能发现最长的早期人类记录之一 金哲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 标示仲春时节的开始万物从冬眠中苏醒 在民间这一天也叫做白虎开口日 传说白虎是口舌和是非之神 每年这一天会出来觅食开口食人 于是就有了拜虎爷打小人的传统 如今许多庙语都不鼓励善性打小人 而只是拜虎爷避小人赢贵人 拜虎爷祭品中包括猪肉 蛋 面 豆干等食品 另外还有贵人鹿马纸 小人纸 极纸等神料品 除了拜虎爷之外 善心会以香刺穿小人图中的小人眼和四肢 象征驱赶小人 厄运 接着会把贵人纸贴在祈福墙或柱子上 祈求贵人相助 我们都说靠山吃山 往西人一般住在山区里比较少有机会吃海鲜 但是在玲珑这里呢 这里非常著名的是有很丰富的河鲜 所以在这里的广西人又发展出了不一样的广西风味 那我想问一下师傅 其实广西人一般上比较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很重口味一下 我们做乡村 多数做种工 种菜 种地 要用到很多地 Energy Energy 扣肉 很出名哦 工具扣肉 我们做宴会的话 启西湖 或者是做生日都没有扣肉 不成宴会了 几了 美南盖 美南盖也是一定要有的吗 一定要有的 还有那个豆腐 豆腐 难得进入厨房阵地 我也要来偷吃一下 那我们就从这里倒开始了 这是我们广西很喜欢吃的玉头菇肉 这些全部都是玉头炸了的吗 炸了的 通常我们是这样排的 那皮要香腺 哪一个是皮 知道的皮香腺 然后你猪肉皮上香腺 然后它要塞得满满 那我看到那个是它的汁吗 它的汁 它汁是你也是怎样做的 汁是用那种香料 无香粉 无香粉 特别的 你有没有自己的秘诀那种 对 不可以讲啊 不外传啊 这个是secret recipe secret recipe 好好好 这个拿包包先吃 然后就拿去蒸就可以了 要蒸两三个小时到 它的肉啊 还有玉头啊 全部吸收那个汁 现在要弄这个就是 我看得到的刀福包 也是广西的一个 很出名的一个 对 因为韭西很喜欢吃韭菜是吗 为什么也 好像很多韭菜呢 每次 搓一个小洞 搓 搓一个小洞 没有哪一个地方的 哪里都可以的 哪里可以 然后 一小块肉 放进去 一小块啦 也是塞满它啦 你会觉得它旁边有空隙的话 就是这样 有空洞就是不可以 就这样 一定要塞得满 然后你这样子做好了的话 你也要去蒸吗 也是要蒸 蒸了多久 蒸大概半个小时了 这个就半个小时 这个就半个小时 广西人的味念鸡 其实也就是白斩鸡 最大特点就是这种叫做 味念的斩料 这个是酱料啊 那我现在看你用酱 然后你还做什么 酱啊 酱啊 有葱啊 有香菜啊 有些人他们有放花生啊 不过我们现在 有些人不喜欢 我们就拿一碗出来 你们特别喜欢的 你们就倒下去 哦 就是这样切 切 不要切太薄 排一下 要那个力道不要太厉害 轻轻这样 打开啊 如果太过大力了 它那 会烂的 纤维坏了 纤维坏了 这样 就大概知道力道多少 对 然后呢 用个刀背 这样打开 不可以用这个 不可以用刀尖 原来这就是关键 姜蓉要做到口感松化 而且保有姜汁的香 要用刀背慢慢剁 师傅 我记住了 玲珑也叫做西刀鱼之香 来到这里 怎么不来一场著名的西刀鱼丸呢 这我会 我可以装 可以 我拿一点点 这样子 你的手要撕一下水 油把会捏 什么撕一下水 要撕一下水 然后油 我这样拿起来 搓圆 这样搓圆 对 这样你一天可以做多少 一次这样做多少 我试过一天最高三千多 三千 三千粒的这个鱼 对 我现在很荣幸 就有机会跟两位大姐 美好大姐 爱情大姐 谢谢 在一起 两位广西人一起用餐 他其实会不会说跟那边的广西的有一些不一样吗 还是已经在地化了吗 一样 因为我有回去过我们的中国的广西的广西 一样一模一样 他也吃倒腐泡吗 有 也是韭菜猪肉 不过到我们这里 我们年轻一代就改良了 因为我们这里有西大鱼肉 是 我们就餐西大鱼肉 美好大姐就餐虾肉 我们用韭菜 现在我们韭菜 现在是用香菜 有香菜 这个香菜它的味道就特别一点 我们就是把那个倒腐泡 塞到满满 吃的时候幸福满满 这什么原理 就像刚才有一个老板说的 那个韭菜 是因为以前他们家里贫穷 自己种的便宜吗 就地取材 就这样发展出 属于本身籍贯的传统风味 韭菜是这样 芋头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的广西 这个芋头很出名的 第一次的广西 它的芋头特别香 配那个蚝蚝 煮他们自己有蚝蚝 每家美国都有 他们自己会发明这个调料 就弄到这道这么美味的蚝蚝蚝 用蚝蚝 这个有蚝蚝的 对 这味道 因为你吃的到 你猜你就会想念到 那个味道真的是美味的 是 两位大姐还教了我 玲瓏人 吃味面鸡的独特配菜法 它有一点像这种 是所谓鸡蛋的那个 可是它味道比较多 因为它有加这个花生的嘛 嗯 它有层次耶 我知道它比较有层次啊 它本来就是要 那个鱼鱼跟那个鱼鱼一起吃才好吃 它是要这样的 哦 跟它的鱼鱼一起 对啦 一定要这样子 是不能够说我们挑 所以这道菜是最佳的办理 对 真的 最佳的办理 就是面的百年好喝 哦 这个百年好喝 对 这全部都是好话的 我实际上讲就是很好 百年好喝 改天你结婚你叫我们去国家 又有一个就是幸福满满 幸福满满 就是幸福满满满 对啦 对啊 这个很好啊 很好啊 所以哦 我们广西人呢 这是当做我们的三宝 只要一张这样大张蓝 爽一小时 站在以百万年来计算的岁月痕迹之间 人类是很渺小的 但是活在有限的百年人生里 人类却又是非常的强大 用坚韧的生命力编写了一页又一页的文明 留下了一代又一代的故事 可以 三 二 一 慢慢转过去 我这样子转 这样子可以吗 因为鱼匙刀掉下来是像冬口的 但是鱼医研一些石 老师 过到没有 可以可以 你安慰我呢 我知道的 不要啦 我自己都过不到 你很加难看 哦 哇